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今天,杨勒多依靠山田哲人的两分球和村上棕笼的另类野战,拿下至胜分,最终以三横线而击败广刀利渔。 杨勒多赛季出三场横扫对手。 广刀首局凭借秋山省武的三磊安大和马特戴维森的火爆开局,连得两分。 第三局山田哲人命中两分球颁平比分,两对二横线而占平。 请继续阅读。 第八局,广岛县投手松本龙也投手村上棕笼右路打出身飞球。 起初他以为这是本雷打,但村上在慢跑前站着看了看球。 没想到小白球撞到了本雷打墙上。 于是村上龙开始快速奔跑,但在本雷打前广岛右外野手也坚俊翔跳起打丢球后,他上前捡球。 试图将球扔回内场,却完全失手,让村上棕笼连包四垒得分。 战绩是村上棕笼的连击,再加上野间俊翔的防守失误,而这关键的一分也让杨乐多最终收下了胜利。 亚扣投手霍也在一局无失分的情况下保住了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。 今年转会杨乐多中结者的田口林斗,一轮后援获得2K奖励,获得赛季首场结尾成功。 松本龙也被一分丢一分,吞下赛季首败。 村上撞龙 今日美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赛季首败。